说一下 为什么 我都已经跟你说个无数遍了 我想去南京大学 我 这是我的梦想 跟你听进去过吗 你从来没听进去过 我没听进去就 我跟你这么分析 我四处给你去求人 你要是说 你想好了 除了南大 别的学校都不能进你的发言 你告诉我呀 我干吗还要四处去给你打听 请人吃饭 脱了关系帮你问 我吃饱了张面 我不敢跟你说呀 而且就算我说了你能答应吗 我当然不能答应 那不就得了 妈 你知道吗 我一想到我不能去南京大学 我就特别特别难过 我 我难过到我什么事情我都做不下去 我 我真的长这么大 我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想要去达到一个目的 想要去实现一个想法 你从来都没有在乎过我 你从来都没有理解过我的心情 我从来没有理解过你的心情 你自己想想 你难过的时候 你还可以去找方亦凡 拥抱解压 你不高兴的时候 你还可以去找你爸 去他那玩乐高 涮火锅 逃课 躲着你妈 我承认妈妈脾气不好 妈妈可能偏执 妈妈还来批评你 可妈妈为什么呀 妈妈一次次地让步 妈妈愿意相信 你没跟方亦凡谈恋爱 妈妈也接受了 让你爸爸搬回来 妈妈就这么一步一步地 让着你们 可你们有没有想过 谁让着我呀 你说你如果不能考难大 你会特别特别难过 那你会不会想过 你妈妈的心情啊 你妈妈会不会也特别特别难过呀 可妈妈跟谁说去呀 我到哪儿说去呀 你现在十七岁了 你长大了 你身边有一群小伙伴 你可以跟他们分享 可以跟他们吐槽 可以跟他们去说你的父母 怎么怎么不好 可是妈妈呢 妈妈的生活中只有你呀 妈妈这一路陪着你走过来 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了 唯一一个剩下的好朋友 童文静阿姨 也因为你跟方亦烦恼的 现在脑掰了 可妈妈从来没有后悔过 我要保护我的女儿 我跟谁脑掰都行 我得罪谁都行 从来没想过 我女儿就是这么回报我的 我女儿就是这么回报的 我女儿就是这么回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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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机想给人打电话 我现在特难受 想跟人聊聊天 我翻了半天 我发现我还是 就想跟你说 就在那边一样 等会儿 我手机没带 手机 我得回去去 这行了吧 你就上去换上去 咱就走了 我手机没呀 电梯都来的一换上去走了 你还回去手机 大东西看着 你待会儿就走了 是 待会儿就走了 那天你喝醉了 在楼道里 拉着我说了半天 半七八糟的话 我那时候还挺烦你 现在 完全能感受到 你当时的感觉了 真的是羊儿羊女 不如交个好朋友 我 不如交给你 我 有 有 我 有 有 喂 张主任 我和我爱人已经决定了 我们还是接受 数钱新辅助化疗 对 先不用开刀了 我们做一个疗场看看效果 用药 我们相信您和专家的判断 费用问题您不用考虑 用最先进最好的药就行 好的 好的 那您费心了啊 咱们见面再聊 好的 好的 再见 来 走你啊 来 来 吃啊 吃吃吃 来 来 馅儿肉 这牛肉饭也就行 够了 我刚才那鲍鱼呢 我刚才你吃这个 喂 喂 你别客气 不是 这个营养特别好 而且很新鲜 你给那个馅儿夹 你给我往自己来 我 我们自己来 你别客气 你们这些高三的家长啊 比学生还辛苦 所以一定要是有营养的东西 快吃了 好好好 那走 来来来 太客气了 没有 其实我一直都跟老乔说 我说咱们一定要多走动 以后我们俩明年可能就 就办事儿了 是吗 那太好了 定了是吧 对啊 来 来 恭喜恭喜 来 明年的事儿 明年的事儿 来 来 来 那也先恭喜啊 不是 我给你当 当那个什么 我给你当伴郎 不是 伴郎 反老多大 不能明年再说 这都是咱们最好的朋友 这得让大家一起 帮着张乐长老 这也挺好吃的 那是 那是什么 这样啊 你们先吃 我得回去一趟 因为我今天手机没带 我一会儿还有个电话会 我怕给公司耽误事儿是吧 你们先吃 还没拿手机 行 行 小梦 谢谢啊 那 那你快回来 我们等着你啊 好好好 松松 你没事吧 我来 我来 把维生站了 不高兴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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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 她怎么吃饭走呢 手机没拿 我一会儿不回来了啊 你看这还是不是一路人 在一块儿吃着便宜 行行行 我给你解释这 好啊 行 不管了 你也早点回来吧 我知道 我知道 快到船外面走啊 好 打一招 打一招 我走了啊 好嘞 好嘞 拜拜 等你啊 一会儿 一会儿他回来 宋倩 老乔 宋倩来了 对不起啊 打扰你们两家聚餐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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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倩 宋倩 你给我解释 不是 怎么样 不是 倒不是 宋倩 宋倩怎么来了 你别跟着我 不是 别跟着我 乔乔东 你出来一下 我给你说两句话 你听好了啊 不管你同不同意 英子上南大这事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她去南大 我跟她说了 爸爸妈妈都不同意南大 好了 好了 你不用跟我解释 乔义东 英子跟你要什么 你都没有原则地答应她 早晚会把她宠坏的 你们接着吃吧 喂 宋倩 宋倩 你听我解释吧 你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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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啊 快出来了 出来了 别别别别别别别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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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啊 你们俩走 我跟她说话 你们俩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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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注意安全 我知道 行 行 行 说吧 听着呢 我知道张嘴道歉其实挺容易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我就是张不开这个口 是 我也觉得挺容易的呀 所以我跟你道歉了呀 你什么时候跟我道歉了 我给你发微信了 你不是不理我吗 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肯接呀 我没不理你 我今天没带电话 我哥家里了 谁信啊 现在谁出门会不带电话呀 宋倩真的 你不信你跟我回家去看 我真的没带手机呀 你说我们俩这是干嘛呀 我家里这点事 问孩子这点事 把那点友谊都遭送了 你知道那天 那天我喝醉酒了 你送我回来 然后第二天方悠跟我说什么吗 方悠说我一晚上都在叨叨 说我不应该这样 我说我自己不对 我不应该 不应该因为孩子这点事 丢了我最好的朋友 这是我喝了酒以后说的话 天哪 我跟你说今天是怎么回事 就是找了一圈 实在找不着靠谱的老师 没办法方悠找了小孟 请小孟帮忙 也是方悠的主意 然后就说 他们两个男的就说 说吃口饭表示一下感谢 我想我不出门也不合适 我其实今天真的不想来的 但是没办法我就过来了 我在那吃的也不舒服 我说待一会我就走 只一出来就碰到你 我知道你想的什么 不是我们俩家跟他 跟乔偉东和小孟在一块 真的宋倩 你说自从我有了方一 凡你有了英子以后 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了孩子身上 所以以前很多好朋友 都渐行渐远了 万万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当然我还有一个方圆 可是男人跟女人 老公跟老婆之间的交流 和闺蜜之间的交流 是不一样的 从前你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挺后悔的 我觉得好朋友 应该一路走到老的 怎么被孩子这儿破事 就闹得这么不开心 你说这么多年 家里的事儿 孩子的事儿 男人的事儿 工作的事儿 是不是咱俩都一块商量着 咱俩一块八卦的 那天在学校 在学校体育馆里 咱俩看着都不说话 我觉得孩子将来都会走 离开我们 可是好朋友会一直到老 是我不好 我那天不敢能说你 我挺后悔的 别生我气了 我给你道歉 然后 然后我就想着 我还是想跟你做好朋友 可以吗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我看你笑了 我们在笑 NGOs咱俩 卡在电梯里 你不进来啊 回来要开始 杨阳就该知道了 我已经跟刘正联系过了 明天咱们就去车场 跟杨阳说 你说她能接受吗 接受不接受都得接受呀 这是瞒不住的 对了 我把你的病历报告的整理好 交给刘正了 让她联络一下国外的朋友 看看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 她在德国英国 也有很多朋友 试试看 离高考只有半年了 我想陪在杨阳身边 哪儿都不去 就在国内治吧 嗯 也不见得出去治 先找找看 说不定 有别的治疗方法 希望吧 刘正 我今天想了一下呀 咱们俩结婚 都快二十一年了吧 二十二年 对对对 二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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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像咱们那个时候啊 就住在一个桶子楼里 嗯 厨房 卫生间 都是共用的 嗯 哎 但是咱们过得 多甜蜜 多有滋味呀 是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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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会有很多很多美好的日子 要过呢 还有很多很多 美丽的风景 等着咱们也一起去看 等着 等着 也会碰到一些狗狗坎坎的 但是不关咱们一样啊 我老姐 就是你的马前账宝 马虎王航 你放心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不管碰到再大的事 我都会跟你一起扛的 你 这边 稍微洗点钱 你睡着了吗 我哪儿睡得着啊 心烦一乱 我找那个小梦 给樊樊找老师那事 你心里不别扭了吧 真没关系 我都说了 大眼的事归大人的事 小孩的事归小孩的事 一码归一码 真没关系 那小孩的事 我觉得你也别多想 其实你心里跟我一样 都觉得他俩不会谈恋爱 但你是不是就是有点焦虑啊 在这个节骨眼上 你说我能不焦虑吗 他们俩来这么一处 也是啊 我想想啊 都是因为乔一栋 要不是他脚后 我哪儿至于这么疑神疑鬼 你不能赖乔卫东 就是你自己 压力太大 太焦虑了 所以乔卫东一来 你就觉得有点楼不住了 是不是 我一个人应付英子 以前都是得心应手的呀 可是你看他也来一搅和 全乱了 这英子也是 死下白天是让什么难大呀 真是想不通 平时挺乖的呀 就这一年 这是怎么了 你呀 我跟你说啊 你不能太焦虑了啊 你这英子本身就比较敏感 他也有主意 你跟他真接着对卖忙的不好 还在这个时候 我就够退让的了 你看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要玩什么乐高 行行行 想玩就玩吧 不是说放松吗 我允许了 又整天三天两头往他爸那儿跑 要往常我都会气死了 那我也允许了 我 我还要怎么做呀 反正考难大这事 我绝对不能允许 其实这两天我还真在想 如果啊 我只是说如果 将来俩孩子要是真谈恋爱了 你不会跟我翻脸吧 梦姐 我是真心地 想跟你做一辈子朋友的 妈呀 你就怎么了 你就这么不希望他们俩好吗 你看我跟乔雨冬 不就是前车之鉴吗 当年我这个学霸 就随白咧地 非要跟着一个学渣 现在落什么好下场了 学渣跟学渣也不一样 方一凡虽然成绩差了点 可是我们家凡凡人品好 随了方圆性格也好 是不是 是 这倒是 可是你说这男的有几个靠谱了 这方圆 他要是靠谱 怎么会跟乔雨冬搞一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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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俩不能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否则咱们俩白和好了 又开始来一轮 不是 你说这 英总到底为什么非要考南大呀 他就那么想躲着我呀 我觉得呀 你要是这样 我就有可能 真的吗 嗯 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 我这么爱他 他哪儿找这么心疼他的人去 这辈子都找不着我告诉你 我跟你说呀 孩子们长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老了 我们啊 我们得随随放手 随他们去吧 咱惯好自己就行了 嗯 你说得对 看来我真的是 越来越不了解他了 爸 鸯子 来来来 小孟阿姨不在吧 不在不在 他今儿不来 别换鞋了啊 先来 爸爸给你洗个水果 你来找爸爸 是不是因为那个 南大东陵营的事啊 你妈过来找过我了 我跟他讲了 他是不是为难你了 没有 他还是不同意 就说 这不是能讨价还价的事 没事 回头爸爸跟他说 我有办法 来 把杯水喝 把杯水喝 来 来 来 要不 你还是搬回去吧 别住树江亚院了 你妈让你过来说的吗 是我自己想的 是我自己想的 那爸爸就不明白了 现在爸爸在这儿住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搬走啊 咱们俩天天见面你不开心吗 因为 之前一直都是我跟我妈相依为命 她照顾我的生活和学习 你偶尔来看看我们 一直都挺好的 可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一上高三就全变了 我现在也懂了 就是因为你搬过来了 你一住过来呢 我妈她就不高兴 我妈她一不高兴呢 我就特别难过 虽然 我能天天见到你 我真的很开心 我们一家三口 也能在这小区天天见面 都挺好的 但是 但是这不一样了呀 我们已经不是一家人了 就算你搬得再近 住得再近 就算你都搬到对面了 可是我们不是一家人了 我们是两家人啊 我跟我妈才是一家 杨子 爸 我问你 你跟我妈 还有可能复婚吗 爸爸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肯定是希望你们可以复婚的 你们刚离婚的时候我就想过 但我现在知道了 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 我也就不再想了 如果菲亚舞 在您和我妈之间做选择的话 我只能选择我妈 我必须得选我妈 我必须得选我妈 因为您还有小孟阿姨 您就算没有小孟阿姨 您还有别人 但是 但是我妈太可怜了 她只有我 如果我离开她了 背叛她了 她就会失去精神支柱 她会崩溃的 我不能这样 所以爸 你还是搬走吧 我求你了 好吗 雄子 你的话爸听明白了 爸爸从来 没有想跟妈妈抢你的意思 爸爸没有这个资格 当初法院判也是把你判给了妈妈 所以你只属于妈妈 如果说在爸爸和妈妈之间 一定让你选择一个人的话 爸爸也希望你选择的是妈妈 今天爸爸给你道个歉 当初是因为爸爸的原因 让我们原本一个家 变成了现在两个家 爸爸对不起你 当初爸爸也是想努力地多赚钱 让你和妈妈能日子过得好一点 可是没想到 钱是赚到了 咱一家三口的日子现在没了 好 爸爸答应你 明天爸爸就拜你 好吗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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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 不哭了 好了 好了 好闺女 好了 不哭了 爸爸原本啊 爸爸原本啊 是想过来 能让你接减压 高三了吗 学习压力重 没想到好心搬坏事呢 让你这压力越来越重了 是爸爸不对 爸爸明天就搬 把名就搬 好了 好了 不哭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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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可以啊 妈妈 怎么样 儿子 我厉害吧 我本来想着 让着点您的 结果怎么贸贸后运越来越快 怎么点都点不上 你没让着我呀 没让着您啊 我想你是不是车比我的好啊 是不是 你真的没让着我 我没让着您 妈妈 您太快了 来 我帮你姐 妈妈有天分吧 太厉害了 是不是还给你把强动了 没事 妈妈 怎么办 老季 你想撞死我们呀 杨杨 快来帮我一下 帮我一下 快来了 不行了 不行了 我还是不是 不是很适应这种运动呀 你都练了那么多次了 还不适应 我拐弯的时候 头还是会晕 我 我这个语气要悲驰人生 行吗 行 也就落了我们两圈吧 没关系 没关系 我拆过你们了吧 落了我们两圈你知道吧 妈妈 你们都饿了吧 咱们吃点东西去 好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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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来 这真棒 这下你们穿了吗 好 他想着我擦的 他想着他 他想着他 好 沾一嘴 爸 妈 这点餐也就这样了 也不知道你们吃不吃得惯 吃得惯啊 是吧 你看你爸 都吃没了 也只有跟着你才能吃到这个东西 我这班给你要不要吃了 好好好 我来吧 爸 我还得再夸您一遍 您的车开得实在是太好了 我这想我这技术这么好 是遗传谁的 那样倒是您啊 嗯嗯嗯 我 我 得了吧你 怎么可能是他呢 还在这凑热闹你说 老季 你这辈子啊 就跟车没有缘分 你爸年轻的时候 骑自行车带着我 都能把我给摔了 你看啊 骑自行车您都能摔 上次在游戏厅里面 我看到玩游戏啊 那个样子 我跟你讲 后来后来有进步了 你这辈子啊 老季 这车啊 你以后就别跟我们两个比了啊 嗯嗯嗯 嗯 hmm 你今天爸妈妈 今天为什么又一块儿 来陪你开赛车嘛 嗯 七种考完试带我来放松一下呗 Thousands You look 上次畅团会上 你不是说咱们要坦诚交流吗 对啊 爸妈妈今天就是想要跟你坦诚地交流 有一件事 我跟你爸爸商量了好久了 最后还是决定 告诉你实话 出什么事了 妈 妈妈前两天去南京出差 是骗你和爸爸的 那你去干什么了 妈妈做了个小手术 手术 一个活检手术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结果 所以就瞒了你和爸爸 前两天结果出来了 妈妈得了乳腺癌 不过医生说了 是早期的有百分之八十的治愈率 医生还说 现在的医疗水平 治疗早期的癌症 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呢 要做化疗 化疗可能就会掉头发 可能就不是妈妈现在这个样子了 所以我跟爸爸觉得 这件事 不能让你自己通过观察发现 还是要告诉你 比较好 杨阳 现在的医疗水平很先进的 癌症是可以克服可以战胜的 我给你爸爸都特别有信心 我给你爸爸都特别有信心 你这孩子不会出什么事吧 十八岁了 你不也说 不接受也得接受 让他自己消化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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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这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杨阳怎么还不回来 再等等吧 杨阳 你去哪儿了 刚才给你打电话 关机了 手机 没电了 杨阳 你这一下我都跑哪儿去了 妈 我知道我不该跑 但是您说您得病了 我一下就慌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不怪你啊杨阳 这个不怪你 你 后来我跑不动了 今天特别冷 我一下就醒了 妈 我觉得我还得回来面对这件事情 妈 我希望我以前做的不好的地方您能原谅我 我以后再也不让你生气了 妈妈没生你的气 我不生你的气 妈妈 我上网查过了 对癌症做化疗是会掉头发 所以 我陪你一起 杨阳 杨阳 好孩子 陪你陪着妈妈 妈妈一定会好的 妈妈 妈妈 爸爸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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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 从来不畏惧梦落空 命运只管找回我越挫越勇 哪怕要从高出负重 吹流摇晃唤醒我的缘绕 乘风大浪 哪怕昨日孤独迷茫 执着前方 像烟马般拖着 知己梦中的长空 如云荒乌鸦 你的笑却灿烂如霞 你消失的话 全都实现了吗 时间是最好的回答 勇敢把上方的年华 除了你再没有谁值得你害怕 你总会到达